说佛法很难,其实是不肯用心。说佛法很简单,也是不肯用心。你看个人,现在讲了两个角度,说佛法简单,其实是很简单,比世间的学问就更简单,因为它回归到单纯的无声,简单讲千因万论都告诉你,同一个目标就是一切法无声。 这个简单嘛,简单无所不空,吃饭的时候没有能吃所吃,走路的时候没有能沿的脚,没有所沿的地,这个不会很困难,对,难的难在妄想难处,习气难处,这个就是难。 所以你讲佛法很难,也对,讲很简单,也对,因为你只要肯用心离一切相,就是一切真如法。 所以在我的看来,世间法,还比初世间法更难去追求。 所以更难的意思就是,它比较复杂,它比较,比如说我今天,我要当,想去当状元。 那状元只有一个了,十万个考生里面只有一个是状元,你看,那个要拼一个状元,有多难啊? 是不是?因为大家实力相当嘛,大学里面要考一个状元,你看这多难,要读书怎么念法,所以世间法真的很难。 可是初世间法,你只要有一年听到佛法,回归到自性,了解万法,回归撒那生命,空无自性的当下,它就是真如。 什么法都会归真如,没有能说,什么法都知道,它是妄,是暂时性的,是缘起性的,是空无自性的。 诸法嘛,每一次听,每一次讲,每一次听,每一次讲,慢慢一直回归真如,慢慢一直回归真如,自性。 佛法反而简单,要去追求那个状元反而困难。 真的啊?所以这个难跟义,是看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说,你说佛法很难,真的是很难。 为什么?它离一切相,离一切文字,它没有文字可以讲,它离一切观念,对不对? 它离一切法,它离一切知,它离一切相,离一切法,离一切相,它怎么跟离呢? 我们眼睛看到了,耳朵听到了,都是事实,你叫我们怎么离啊? 所以因为我们无量一切的所带来这个强大的制度的习气,难,佛法它就是难在这个地方。